这个传国玉玺上面啊是刻着寿命于天继寿永昌八个大字 等孙坚今天突然拿到这个玉玺之后呢 他的现在整个心态啊就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 这什么意思对吧 让我得到这个传国玉玺 这难道是我们孙家要当皇帝吗 今天呢我们正式开始聊这个三国孙家呀 他的第一代领导人孙坚 那么说起这个孙坚呢 我们得把这个时间跨度啊 就拉回到整个董卓讨伐战的这个时期 那么一场这个讨伐董卓的战争呢 就让这个孙坚啊是英雄出世脱颖而出 那在整个这个战争期间呢 就是这个讨伐董卓的这个期间啊 孙坚是担任这个盟军的先锋 并且呢还建立了很多的功勋 你像什么击败吕布啊 斩杀华雄啊 进入洛阳啊等等 是率先第一个进入洛阳的 那么通过就是孙坚通过这一系列的胜利呢 他的人气啊 立马高涨起来 一时之间啊就成了整个抗击董卓的这个联盟啊 盟军内部的大红人啊 那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人红的呀 那往往是非就多 对吧 特别是你还处在这个什么东汉墨连 这么乱的这样一个乱世的情况下 那肯定呢他会遭到队友的妒忌 对吧 眼红啊 那么第一个妒忌率先发弹的人是谁呢 也就是他的好同事 好队友 袁树 那么在这之前呢 孙坚一直啊 是作为这个袁树坚定的同盟 坚小弟 就一直帮那个袁树打仗 甚至呢 当初啊 就是二话没说 就是当他拿下了这个南洋郡的时候啊 这个南洋当时还算是物资啊 各方面比较充沛的一个郡 那么当孙坚拿下了这个南洋郡的时候呢 他就拱手啊 就让给了他的这个老大 袁树 我前几回一直都说啊 就说这个袁树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有一个词形容他呀 非常合适 就是叫作死 所谓这个不作啊 就不会死 这个袁树呢 他纯粹啊 就是作死 这两个字形容他呀 非常合适 那么袁树这个人呢 他跟他的他有哥哥啊 叫袁绍啊 对吧 呃 虽然是那个同父异母啊 但是呢 他整天呢 就把什么啊 自己什么四世三公啊 世家子弟啊 就整天这么翻来覆去的讲 呃 觉得自己啊 他是叫庚红苗正 对吧 呃 哈哈哈哈 所以呢 天天袁树就在那里嘚瑟 哎 感觉 做感觉非常良好啊 呃 那孙坚呢 也深知啊 就是袁树这个特点 所以一上来呢 就把这个蓝阳啊 就主动让给了袁树啊 所以呢 孙坚怎么说呢 还算是比较有自知之明啊 哈哈 呃 那么那么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在孙坚主动示好的这种情况下 袁树还是继续作死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眼看着自己的这个小弟啊 就曾经的这这这这这个盟友啊 小弟啊 孙坚是起誓了啊 成了整个盟军内部的大红人啊 呃 那他那他就看起来很不顺眼啊 对吧 你想想你这几代祖宗啊 都比不过我原家 对吧 那突然之间你就这么红了啊 你又没什么出身 你又红了啊 所以呢 袁树就觉得孙坚啊 这是属于小人得势啊 呃 那么经过这一堆人 就是他的一些党羽啊 呃 他们就一起商量 呃 就商量怎么在背后啊 给这个呃 那那个孙坚啊 使坏 呃 就是偷偷的踢他一脚啊 呃 那他就一群这个党羽啊 就在那翻来覆去的商量啊 呃 开会啊 那回头开会商量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呃 他就拿了一个主意啊 就是不给孙坚提供粮草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是按照这个反董联盟的安排啊 呃 那么这个袁树啊 就把孙坚的这个粮食啊 掐了之后呢 此时的这个孙坚啊 他正处于是一个人生的高光时刻啊 是志得意满啊 刚刚大胜了这个董卓啊 呃 正准备呢 那就只取这个董卓的老巢洛阳 呃 想一举呃就全部歼灭他啊 呃 等于此时呢 其实是属于一个一战定江山的这么一个关键时刻 呃 咱们家已经没有余粮了 呃 再这么打下去呢 可能全部的这个将士啊 都得饿死啊 那孙坚一听呢 当即就跳了起来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就眼看着马上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呃 你这个袁树啊 偏偏给我来这么一处 呃 这不典型的叫物国物民吗 呃 那这粮食是谁掐的呢 很明显 呃 只有那个袁树这个孙子 对吧 呵呵呵 你说他是不是很 你说这袁树啊 是不是作死 讨厌 对吧 呃 于是呢 这个气不打一处来的这个孙坚啊 就连夜狂奔 呃 奔到了那个袁树的大营 呃 就找到袁树说 呃 那那那 这个袁树一看啊 这露气冲冲的这个孙坚找上门啊 袁树这个人呢 本来就很怂 胆子很小 呃 他一看到孙坚的这张露气冲冲的脸啊 心里呢 就先发虚了那么几分 呃 那最终呢 经过孙坚的这一番大喊大叫啊 这袁树本来就理亏嘛 他再怎么也不应该掐孙坚掐盟友的这个梁 对吧 而且呢 还是在这个战争的关键时期啊 呃 所以呢 最终呢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呢 呃 最终呢 还是把这个梁草啊 就运到了这个就又运到了这个孙坚的军营里啊 那这个时候呢 江湖上各种的这种小道消息啊 就开始满天飞 你也知道啊 这时候 嗯 等于三国啊 这乱世嘛 大家各自呢 其实心里啊 是各怀鬼胎啊 你像孙坚的这个对手董卓呢 他也知道啊 孙坚和袁树他们俩是大闹了一场啊 于是呢 就在这个谋臣的建议下啊 他也立即开始了对这个孙坚的策反工作 拉拢这个孙坚 想要化干戈为玉博啊 那董卓的这个如意算盘呢 是想跟这个孙坚啊 结成儿女亲家 但他哪知道啊 孙坚非常的 用现在的话来讲啊 很直男啊 那他当场的就拒绝了董卓的拉拢啊 董卓很生气啊 说我跟你合作你还不干啊 以为是我怕了你了吗 于是呢 就再次带着这个大军啊 与孙坚交战啊 结果呢 又再一次的证明啊 董卓他根本就不是孙坚的对手 双方一交战呢 他就被孙坚啊 是打的打败 那没办法呀 董卓只能再退兵啊 并且呢 经过这一番的盛重考虑啊 董卓最终是决定啊 就撤出这个洛阳 逃到他比较熟悉的这个西北地区 也就是逃到以前西汉的那个都城 长安啊 那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孙坚啊 就没费吹灰之力 顺利的就进入到了东汉的首都洛阳啊 那董卓就是在离开这个洛阳之前呢 他是他是胁迫着这个汉县地啊 把汉县地也拉拉过去了啊 那董卓他在离开这个洛阳之前呢 他是一不做二不休啊 就把整个洛阳城啊 是移为了平地啊 等于呢 就全都弄成了一片废墟 那么等孙坚正式接手洛阳的时候呢 确实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基本上什么金银财报啊 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啊 都被董卓是搜刮一空了 所以呢 孙坚基本上是一无所获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像什么三国演义啊 后汉书啊 什么资质通鉴里面也有 那就记载啊 说这个孙坚的军队啊 进入到了洛阳之后呢 是发掘到了中国皇室的信物啊 也就是历来正统皇权的象征啊 传国玉玺啊 那么说起这个传国玉玺呢 我简单普及一下它的具体来历啊 那这个传国玉玺呢 它是方圆四寸啊 相传有这个和氏璧啊 所雕成啊 这个和氏璧啊 有的人说就是那个陕西西安的那个蓝田玉啊 当然具体有待考证啊 那么根据这个记载的这个传国玉玺上面啊 是刻着寿命于天 寿寿永昌八个大字啊 并且呢 上面一脚啊 还缺失了啊 相传呢 就是由这个秦始皇秘了六国之后啊 他就得到了这个和氏璧啊 于是呢 他就命人啊 将他雕成了这个传国玉玺啊 以替代之前那个周代丢失的那个酒鼎嘛 之前周代是一直用这个酒鼎啊 做这个皇室的这个研习的啊 所以呢 秦始皇就制作了啊 就是命人就是雕刻了这个传国玉玺啊 是作为这个天子的象征啊 那随后呢 秦始皇又命这个丞相李斯啊 在这个和氏璧上写下了八个传字啊 也就是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这八个字啊 那之后呢 又从秦始皇到二世 直到这个秦二世被那个赵高的吕婿啊 给杀死之后呢 心腻的这个秦王子英啊 不是后来向刘邦投降了吗 就标志着秦朝的灭亡 所以呢 慢慢的呢 后来这个传国玉玺啊 就传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手上啊 那么转眼间的几百年过去了 来到了西汉末年呢 就是来了一场那个唠句嘛 大家都知道 王莽篡汉啊 那当时呢 王莽啊 是向这个校园皇太后啊 就逼要这个玉玺啊 结果呢 这皇太后大陆啊 将这个玉玺啊 是置于地上 摔崩了那么一脚啊 王莽呢 后面啊 又命人用这个黄金啊 去香 做那个香补啊 尽管这个手艺呢 还是比较精巧的 能功巧匠嘛 但是玉玺呢 终究还是留下了 这个缺脚的这个痕迹啊 那之后呢 就王莽战败啊 这个玉玺啊 也是颠沛流离 几斤人手啊 最终呢 又经过一番的这个大乱斗啊 汉官武帝刘秀 横空出世 对吧 东汉王朝建立啊 那么这个玉玺呢 就顺利的就陷到了那个 刘秀手里啊 那此时呢 一百多年又过去了 又来到了这个东汉墨连啊 此时的这个英雄孙坚啊 是意气风发 志得意满啊 那么等他的部队顺利的进入到了洛阳城之后呢 是驻扎在了这个洛阳城栏 那么有一天早晨呢 就突然发现啊 这个观景之上啊 是冒着五色气啊 于是呢 大家就都很害怕 对吧 就气冒的又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所以呢 就 就那个井里啊 井里都冒着这个五色气 所以呢 大家都不敢去那个井里面打水 就怕里面有什么怪力乱神在那里 对吧 那孙坚知道之后呢 就开始派人下井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啊 那下去的人呢 不一会儿就上来了 手里啊 是拉着一枚大印啊 那这枚大印的形状差不多啊 就方圆四寸 仔细一看呢 上面还刻着这个 寿命于天 寿寿永昌 打个大字 而且呢 上面还缺了一脚 那也就是当初那个王莽啊 王莽那家伙 造成的 对吧 还拉黄金香 是吧 所以呢 孙坚接过这玉玺 一看啊 定眼一瞧 好家伙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这个传国玉玺吗 大家都知道 那这么金贵的东西 你突然落在了我的这 就落在我孙坚手里 这是个什么兆头啊 此时呢 孙坚的心里啊 就开始复杂了起来 因为此前呢 他一直甘心啊 就做一名武将 一直给这个袁树打下手嘛 你像拿下了这个南洋之后呢 他也不敢拿 所以呢 就拱手献给了袁树 对吧 那此时的 就是在那之前呢 他的自我定位啊 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 那等孙坚今天突然拉到这个玉玺之后呢 他的现在整个心态啊 就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 这什么意思 对吧 让我得到这个传国玉玺 这难道是我们孙家要当皇帝吗 这可不得了 对吧 于是呢 就经过了一番的这个思想斗争之后啊 孙坚就选择呀 默默的把这枚传国玉玺啊 给偷偷的收了起来 然后呢 又继续组织进攻 是向董卓进兵 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啊 就是孙坚拿这个传国玉玺的这些事情啊 只是部分典籍里面的记载啊 也有一些典籍呢 认为这个孙坚拿到这个 就是发现这个传国玉玺之事啊 是假的啊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啊 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我想说的是 导致这个英雄孙坚 他降薪允诺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在于 就我个人觉得呀 不是在于他是否拿到这个玉玺 因而什么很多人说的 心态产生的变化 也就是现在人说的飘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直接原因 或者说不是他的主要原因 那么在我看来 孙坚的导致孙坚死亡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呀 是袁绍和袁树 他们俩兄弟的分裂 这个事情呢 我在前面的章节 也就是第三回里已经讲了 也就是整个董卓讨伐战的后期呢 袁绍和袁树 他们俩兄弟啊 是反不成仇 因此呢 这也导致了两大 就军事这个军事战争集团的形成 一派呢 就以这个袁绍为代表 他是 袁绍是拉上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衍州的曹操 金州的刘表 他们三个呢 就形成的是这个袁绍派 那袁树呢 则拉上了这个 呃 幽州的公孙赞 还有徐州的陶谦啊 以及他的这个老部下啊 孙坚啊 是组成的这个袁树派 那 那么这两大战争集团呢 就这么相互对峙着 秦氏啊 非常的危急啊 呃 那说到这里呢 我顺便说一下 就是这袁家两兄弟的恩怨啊 我简单就是普及一下啊 呃 其实这个袁绍和袁树呢 他们都是袁冯的儿子啊 这个袁冯呢 汉宁帝时期啊 是官至司空啊 你像东汉呢 是以太尉司徒司空 司空 不好意思啊 为三宫啊 所以呢 你老说他们什么 汝兰元氏四十三宫 对吧 其实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这个三宫啊 呃 那总之呢 他们的这个父亲袁冯啊 啊 一直以来也是承传家学 呃 官至三宫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到了这个呃 袁绍和袁树 他们这一代啊 问题就来了 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就是他们不是一个老妈所生的啊 是属于同父一母的兄弟啊 这个袁树呢 是大来生的啊 这个袁绍呢 是一个丫鬟生的啊 所以呢 呃 等于之前啊 袁绍他的整个家庭地位啊 是比袁树低了 而且是低了不止一个档次啊 等于是丫鬟生的嘛 他这个呃 出身呢 他就存在这个差距啊 那么随后呢 这个袁逢啊 他又把这个袁绍是过继给了他们的伯父 所以呢 袁绍等于后面就成了袁树的堂兄啊 呃 那么这就意味着呢 袁绍的这个地位啊 又往下低了一个啊 因为等于袁绍呢 他既是这个丫鬟生的属于是树出 而且呢 现在又过继给了伯父啊 等于是属于一个庞系的袁家人啊 啊 因为他父亲是三公吧 按照这个地位来讲 所以呢 一直以为呢 一 这个袁树啊 他就看不起这个袁绍 你知道吗 呃 当然后来啊 他们两个都以这个官二代的身份 开始进入到仕途啊 袁绍呢 他是直接啊 就生成了这个上书郎啊 等于呢 就是依靠他老爹的门路嘛 啊 而这个袁树呢 是正机八百的 是举校联出来的啊 当时的这个呃 举校联呢 其实就跟现在的什么公推啊 差不多 你在地方呢 等得那个非常有水平 哎 有这个名声啊 才有这个资格当选啊 所以呢 这正这么多的 就是这个因素结合下来啊 袁绍他就觉得呢 自己完全有资格呀 就全面鄙视袁绍啊 于是呢 这二元啊 就这么一场兄弟之间的大战啊 就这么精彩而火热的展开了啊 当然呢 随着这个二元的这个分裂啊 那最直接的这个影响呢 就是让一代英雄人物啊 是倒了大霉啊 一代降薪的因此陨落啊 那么陨落的这位英雄呢 就是倒霉的孙坚啊 那关于后面孙坚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啊 且听穿云我呀 下回分解啊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录到这了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呢 也欢迎点击这个关注啊 那么新的视频呢 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了啊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